好的 歡迎收看志祺康主機車 沒錯 我們又來到小力寶 最近呢 是身邊的人啊 BTSR BTSR 練車練車 哇 大家都好快 大家都很勤 在騎車 然後呢 最近是因為RDNA嘛 身為導師 對 一定要精進自己 一定要來學習 上次騎腳踢板已經是去年的事情 所以今天呢 想要來這邊 練一下車子 好好精進一下 原因是什麼 原因是因為 是的 居然他們自己先偷練 哇 阿Ben你這樣真的不行 但是 其實練車歸練車呢 還有一個重點是 一定要跟大家講 這也是今天的重點 好不好 來 看一下 沒錯 這就是今天的重點啦 替大家咧 賽道開講 大家都在室內 對不對 都沒有真的去跑一下 所以今天呢 我就嘗試一下 到底X14跟X15 在賽道上的表現 直接性使用 重度使用的差異在哪裡 而且注意看喔 你光看到它這樣擺著 你就會發現 X15的上視角又更上路 而且啊 光X14 我這次怎樣 我還特地把我的降機 藍牙耳機 全部拆掉 還可以比對那個重量 所以今天呢 比較不是 onboard 第一人稱的視角 大家見諒一下 唉 怎麼辦 很久沒騎車好緊張 欸 TSR車手帶我跑啊 啊 現在應該要可以騎到50囉 不知道 49了 哈哈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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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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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來到松菸 再到日的隔天呢 惠特呢 在松菸有辦活動 然後 他們找了這個 麥克當了贊助商 所以呢 順便來找一下麥克 安裝一下 我新的X15的藍牙 沒錯 新的X15 而且我是首發花色 第一次vlog呢 稍微直接開箱了兩天 那今天主要應該會是 以X15為主 那回去的路上 跟大家介紹一下 X15的心得 後來先嘴炮一下好了 什麼Fucking松菸 一定要重機是停汽車閣的 氣死我了 是缺錢嗎 好啦 算了 騎毒卡底的人 不應該抱怨停車費 對不對 我們先找麥克吧 take go 好的 為什麼呢 先來這邊裝藍牙 順便其實就是因為 裝藍牙它勢必 一定會 開光曼全帽 所以我們就順便來開箱 到底X15裡面內襯有多變化 因為不然的話 總會覺得說這個X15 價格變貴 那到底改在哪裡 那其實一拆開以後 很明顯了然什麼 多氣到 它氣到這個深度 你看 多深啊 真的很深 整個手指都被塞進去 而且啊 聽說是什麼 來 它這邊呢 進氣口 它的氣流是走 走這邊內襯的 沒錯 它這次是連內襯 臉頰 都有走這個氣道 我其實賽車場 大家有看到 上場呢 我很明顯感到 通風性真的比較涼 然後我覺得是那時候 剛下場嘛 在第二節 可能就是流汗 結果我剛一出門 一上高價騎了hypermoto 唉唷 是不是 真的是有崩 對 我覺得這個比較好笑 你只要真的買的人 你自己上路你就知道了 對 那當然這次又有預留耳機孔 對 對 這我要講一下 我感受到的是什麼 它的整個內襯包覆性更全面 對 就是你會覺得它整個點都有到了 有抓住的感覺 但是 這個內襯的部分 它是更大片的 對 但我覺得因為它更大片的時候 我會有一種錯覺 我覺得m號 以我的臉來講 嗯 稍微有貼到 但是沒有擠 以前是什麼 就只有這兩片 但現在是這樣子 感覺這邊是它有服貼我 但它沒有到很擠我 所以今天假設我像我昨天下賽道的情況下 我覺得假如是大賽道高速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有晃動 但是 現在接下來他們秀儀 一定早就想到這個問題了 沒錯 接下來他們會 PF是連頭頂幫你弄頭後 現在連臉頰都會有了對不對 但是我們還是會針對情況 因為你真的買錯 如果真的帶鬆的話 建議你還是直接加過原廠的加後內車 對 他們有原廠的加後內車 可能有機會再去找他們去做一下PF 因為比較趕 我們下賽道比較趕 但是我只是跟大家很直覺的講說 在包覆性問題呢 其實我覺得X15是有再往上一點 但我覺得啦 是 是不是它真的在尺寸上面是 X14我全新戴下去的時候 我覺得 可是X15就是 欸 這個帽殼也有關係 它這次帽殼其實比X14 稍微關了一點 對不對 其實正面就看得出來 所以它其實這次是 我覺得更適合亞洲人 像現在拍攝 來 OK 它說它頭會痛 但是現在X15 它說它不會痛 所以假如你今天是更方形頭 更亞洲頭型 因為其實我這個人 其實比較歐洲頭型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Bada Bada You know what I'm saying And my head is It's very thin 所以我個人覺得 假如像我這種小頭型的話 其實我覺得要四代比較準 加上PFS會比較好 那因為我們比較急得開箱啦 所以我覺得 在夾度 沒有 差的是那麼夾 但是我可以體驗得出來 假如今天我們把內身全部補好了 PFS做好的話 它整體的包補性 絕對會是更好的 假如你今天你是頭大的人 那我只能說 X15是你的好選擇 一定哪 那我們先趕快來把藍牙裝裝吧 對 裝起來 OK 好 藍牙裝好了 我們來試一下 阿幹 卡耳朵好痛 阿幹 好痛 其實我是覺得 它這一次耳窩的地方 那邊很多很少 因為其實以前還是有一些車友 耳朵偏大的 真的有 你說 好全嘛 比較累 哈哈哈哈 因為有些帽子是你一裝到 你就會 它不一定壓到 它就是在這邊 摸到或壓著 喔 X15我覺得它這一次在耳窩 甚至它這邊內襯 都給更完整 更空曠 好的 我們又離開了 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次X15呢 有一個重點是 其實我覺得大家可能會一拿到 會覺得說 它這個比較難開 因為它變到Z7中間的 但是我後來發現 你徒手一定覺得比較難開 它很短 它很短很深 但是其實我後來發現 戴手套本來比較難 那你假如是直接徒手按的話 你拿著想要試 我覺得會比較不好 但是你戴手套以後 你基本上只要一壓 往上推它就開了 這是我覺得X15 大家可能要習慣的東西 好不好 好的 回家路上呢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X15的一些進步 那認真講呢 這個通風啊 沒話講 明顯的感覺到 氣體有在流動 但是呢 還有一個重點是 重量啊 重量其實我覺得 假如大家有帶X4的 然後你再去比起這個X15的話 我覺得其實 在重量上的升級呢 你會覺得是有的 但是 雖然你看帳面數據沒有太多 但是我覺得你真的實際 光拿在手上就有差 那我在賽道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賽道帶X4跟X15 其實我覺得 你在體感上面 尤其在賽道 你在擺頭的時候 我覺得是有差一點 但是我真的講 重量跟通風性 我覺得通風性的升級 是比較大的 還有一個重點要講啊 還是要嘴一下 不好意思麥克 這個花色的部分呢 我覺得秀以 一直是它的 稍微有點偏短板 那現在目前來看就是 好啊 就靠Markets的花色 那它自己本身的花色呢 我覺得稍微 不知道大家可以留言 你覺得秀以本身 它自己出的原廠花色 感想是什麼啦 然後大家自己討論一下 那我自己挑的這頂是 我覺得真的是 比較配合我的這個 皮衣的顏色 以及我自己比較喜歡的顏色 但是呢 日本帽 其實都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哇你注意看它的烤漆 這我覺得就是秀以 它的一個蠻大的優點 就是這次你看X15 它的那個花色 整個亮本 整個烤漆 質感 都是不錯的 然後再來跟大家講 一個上市角的差別 其實上市角呢 秀以這個 它的市其實一直都是不錯的 像大家可以看到 我在賽道的影片喔 你會發現 其實我還是有一個問題點啦 就是我常常呢 不夠抬頭 不夠看出彎點 那我在發覺發現說 原因是因為 其實本身 它秀以這個上市角 就非常的夠了 所以變成說 我習慣性是什麼 我頭低著 但是我眼睛其實是往上看的 那 假如是 我覺得假如我可以做到 是更往上抬頭 更看得出彎點的話 我相信我整體在出彎的速度 整個順暢都會更好 這是我自己發現的 但是我覺得 優點是缺點啦 你看這秀以它上市角很夠 所以有些人戴不習慣喔 像街車 我覺得大家可以試著去 把它往下拉一點 你會發現說 你就這樣往下拉 上面的市角還是很多 所以你正要騎車的時候 跑車的時候也是OK的 那這前提是 你要去大橋 或是你要去秀以的總代理 去買帽子的時候 做PFS的時候 你可以跟他們講說 你自己戴帽子的習慣 那他們會去做調配 那最後呢 通風性的部分 很多人說可能要騎破白 但我現在我覺得 大概騎到80左右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我覺得最明顯的是 那個頭頂一直延伸到 這個耳後這部分 整個後腦勺 你會明顯的感覺到 它那個氣流 大概我覺得7、80 開始就會有一些感受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的確 這個通風性 那個升級是真的不錯 好不好 假如你要看一些更詳細的 什麼拆窗的什麼東西的 whatever 你都可以看小三 或者是大橋謝麥克 或是秀以他本身的頻道 他們對於這個X15 有一些基本的新開箱 那我呢 就很明顯的 就是我直接把 在市區騎車 或者是我在賽道上面騎車 我直接性的感受跟大家講 那當然呢 只是跟大家炫耀一下 我這頂很帥的帽子 好不好 那當然假如你對X15 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我歡迎都在下面留言討論一下 那你假如靠北說 我的帽子什麼時候到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在下面一起留言 靠北 不要 那基本上這集的開箱主要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這影片 麻煩按讚訂閱加他們的單位 可以訂閱開箱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機車相關的影片 讓我們 下禮拜再見囉 OK 掰 記得按讚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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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